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朝點視頻山川風水講堂時間 迎光幕見到楊鍾如師傅 大家好 師傅今集我們繼續討論新界區九雲的風水遺跡 討論新界西 之前我記得討論屯門 屯門之後已經向上一點討論了 你略略賴過洪水橋那些都討論過 上一集我們解答了很多觀眾的問題 如果之前你在我們一些不同的集數 有留下過一些留言 看看師傅能否解答你 甚至乎你有些新的問題想請教師傅 當然是可以的 但就著自己一些單位 希望師傅給你詳細意見 可以進行一個預約 就會比較清晰一點 因為有時候在影片時間長度所限 我們都未必是可以很詳細地去講 希望大家諒解 今集我們請師傅 講解天水遺跡 今集我們就講講西北 即是新界西北 還未講之前 歡迎各位觀眾提一些問題 或者我聽到我們講解之後 有些什麼不明白的 我們都歡迎大家去問 或者有關於自己的單位 都可以 好 現在西北我們先看地圖 好 分享給大家看看 好了 應該Mac都看到這個地圖 看到那個 看到 看到 是的 應該整個我們香港的地圖 西北就是這頭 之前有講過屯門 屯門就是這裏 現在屯門都去沒有 這個虎地 洪水橋這裏 我們再過一點 就是這裏 這個 一個圓圈 這個位置就是 天水遺那邊 天水遺就算是早發展 我想七運尾 開始都有在這裏 可能八運就更多 然後呢 現在呢 就是 九運 九運更加 就說 這個地 另外還有這個 就是 橫洲 就是 都會發展成 一個科技 科技 科技中心 就是 配合大灣區的發展 這裏 就是 北部大都會在這裏 都會發展 一會兒都會講一講 但是現在就講一下天水遺 好了 那天水遺呢 其實就 最早的時候發展 你都很偏遠 悲情性事 這樣說到 相對 不是那麼好 那其實呢 就 未必 我發覺現在呢 第二代開始都成長起來了 都出來賺錢了 好像我有些同事 都是居住在這裏 所以 就 開始了 就是 那些水喉 又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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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地鐵又到 西鐵又有天水遺站 那裏面又有那些輕軌 就是 通了這個城市 其實都可以的 都理想 那 好了 那你看看清水遺的格局 就 雖然 雖然 它就 北面好像是海 那樣 但問題呢 其實 伊勒山 伊勒山 就等於是 我們什麼呢 流浮山的那些 其實呢 它在西北那裏 就隔開了 隔開了 隔開了 即是說 你看看這條水 我記得有一條山背河 這些位置就是 這些河 那其實呢 它的河 就向什麼呢 就向北 甚至向東北那邊流 其實最主要就是 伊勒山 被它戒開了 那那個局呢 就反而 他現在這一堆天水 圍的那些樓也好 那很多時候呢 就向什麼呢 向東 尤其是這些呢 就是一片 那些低田 或者是一些魚塘 那其實呢 反而它的局 就未必是向北 反而是向東多 那向東呢 其實就是 好像我們又看 陰陽二集 那我們了解呢 就 他們本身原居民 尤其是 姓鄧的原居民 就在 好像這個 鸦繼山 這個鸦繼山 它有第一代 最早的祖墳 那個 玉女拜堂 那它的局 都是向東的 那其實它的重點是什麼呢 它的重點就是 拿回這個 錦田河 這個錦田河呢 一直 由這個東向西流 那就是說它現在 這些 這些玉女拜堂 是收什麼收益水的 就是你看到這些河流 一路向西那邊 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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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雲就未必的 八雲呢 就反而是 就是 就是說 向北 偏北那邊 OK的 就是如果你八雲流 向東 而就是偏北那邊 那邊 就算和 所以我們叫更甲 那些就OK 但是問題 如果你是向正東那些位置 如果你的天水圍向正東 如果是收到水的話 就在八雲未必領上 但是問題在九雲就OK的 九雲就 剛剛這些是收益水的 那你要看看 你的天水圍 這裡 那你向西那邊 那麼 如果是見到這些 錦田河的水向你流 而且是正東的話 在九雲來講 是OK的 就是九雲入火 九雲入火 如果八雲呢 你就反而是 那些位置 那些水谷的位置 或者這些 交叉水口 這些位置 在你那個 好像現在你 向東 現在是偏少少北的 也OK的 但是問題在九雲又變了 那你會轉了國 那這個呢 就要看你什麼時候 入火 還有你的血 那這個就是天水圍 那天然那個位置 加上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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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數呢 就這樣論 那好了 有些什麼 沒有那麼理想的那些呢 就 當然 就是 尤其是這些 新界樓呢 就很多時候 尤其是這些地方 很多的原居民 那些墳 那些墳 Mac都可能提過 如果你的家附近 有那些墳 那怎麼辦呢 那又是要看回 你親疏遠近 好像現在這些 一點點的那些 都是那些墳 那其實你不是那麼近 遠望的 都沒有什麼所謂的 那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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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其實這個呢 其實這個呢 就是向這裡 向東的嘛 反而這個就是 它背脊來的 那它可能相對 就輪延一些 那如果你近這些 它 又矮過這個山 整天看著這個山 又無不理想 那所以呢 這個要看 那 它規劃得好的呢 就是說它這裡呢 就是中間有個很大的公園 那這個很大的公園呢 它那些樓呢 就輪延轉圈著它 那有時候呢 你又未必是收到 收外局了 有時候是收內局 這裏是聚氣的地方 那你如果這些樓 你向北的 尤其是你九雲正 向正北的 這裏也是理想的 那 那如果你是百分搬進去 那 那 向北之宜 又偏少少 向西那邊呢 所謂叫做 丙淫那些 也有幾好的 就是 總之呢 我們就算向北也好 就是 記得是有三格的 那我們是 任子貴三個山 三個鄉 那 那分別呢 就有些雲呢 陰陽同 就變了 就有旺有旺 那如果你是九雲 才搬進去的呢 你就選擇一個正北的 那如果你不時者 你八雲已經搬進去的了 那你呢 如果是 向北得來 就偏少少西那邊 就向任那邊 但是九雲又會轉了些局 那要看你的狗子位呢 通不通到氣 那 那這個呢 就是那個 千水圍的格局 那 那隔離呢 就是這個就是那個 所謂叫做濕地 那 那接下來呢 又是那個 北部都會的發展 那你這個呢 就出來了 那不是那麼近這個山 那它的局呢 就正正正就向北多路 啊 或者是向西北多路 啊 那這個呢 就始終 你看看它 它做時起一些樓 那如果它的樓 是向正北的 那當然就黃了 啊 還有向正西北的 也都是了 它最好就是 不要 站在中間 無零兩可 那我就不理想 那其實已經呢 有很多叫做濕地公園那邊 那裡 那裡是濕地公園 那裡 這個就是 Watland Park 那這一閘 那我都看過這些樓 那它都是彎彎的 那很多不同的向的 那如果這些呢 你向正東 九雲搬進去 是向正東的 那如果你說八雲搬進去 那現在是 那現在是 向東得來 偏少少北的 就是說你 你所謂叫甲向呢 又是照黃 那但是又是了 那去到九雲呢 那這個運行又轉了 那要看回氣口 通不通氣了 那這個始終是轉運的 所以呢就是 買樓 或者住 最好的運投 一定了它你就 差不多十幾年 如果剛剛你第一年進去 就二十年了 都不用擔心了 這個運行定好了 向正在前面通氣 現在這些全部 就是這些水局來的 那是比較聚氣一點的 那是理想的 那如果將來這裡發展 是一個波奇城市 那你尤其是思路 又要清晰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就 一個風水流都很多 很大幫助的 啊 師傅 講起天水圍呢 就很有趣的 那有一個呢 成哥的 成哥的 超大型酒店項目 啊 那天水圍 你找一間酒店 就是 只有那間而已 對不對 那呢 它很有趣的 其實它近幾年 已經 進化到 就是酒店式的 服務住宅來的 基本上 就有很多人 就直接住在裡面 那有些人 我相信 有些人都會很好奇 就是想問一下 師傅 其實住在酒店裡面 是不是那個風水 一定會差一些 或者不要這麼講究呢 那 其實就 你說住 那住就 做事啊 所有的事情都是 沒有什麼大的分別的 最重要呢 你那個 我們叫做 當時得令 那兩樣東西就是 一個就是 一個就是聯頭 聯頭就是硬件 就是你四周圍包住你的 會不會有些不好的東西啊 路會不會衝你啊 那些山呢 會不會硬你啊 或者有些什麼殺的位置不好啊 有些是尖射啊 那些這樣的東西 那不論你住又好 工作的地點都好 那都是這樣看的 那另外還有一個運數 那當然呢 當時得令的數 通到氣的 就是說你吸收到一些新鮮的空氣 你做什麼決定 你在家裡睡覺的 甚至你在家裡想事情 打坐啊 做一些小小事情啊 那你都需要一個 比較好一點的環境 想事情要清晰的環境 那去做 那做事就更加了 所以這個就是 酒店好 或者住的好 都是你 就是住宅 正式的住宅好 都是沒什麼大分別的 那但是唯一有分別呢 就是說你 我們所謂叫內陸市 內陸市呢 就一般我們家裡邊有的呢 就是 床啊 門楼那些就一定啦 那 最重要分別的就是 補了一個租 那個 除房 因為如果酒店 就沒有去除房 那除房有時候呢 我們那個 租口呢 都有些作用 有風水作用 那所以呢 這個就 欠缺了一點點 那如果在風水上面呢 那但是別人說你欠缺了 好還是不好 那就 又要視乎了 如果你安造安得好的 那就當然 感上天花啦 如果你的租安得不好的 那就要減分 那如果你說 那個住宅式 沒有了租 那這個考慮少了 那是不是 好呢 那可能就是啦 又考慮了一個問題 但是又少了一件事去幫助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那你問我 有沒有很大的分別 我就覺得有什麼大的分別 那就方便自己為主 嗯 嗯 OK 那所以呢 如果住在天水圍區的朋友仔 看到這條片 咦 發覺可能師傅有些東西 還沒說到你那裡 那不妨其實可以詳細找師傅 去研究一下 那看一看自己的那個風水的環境 又或者那個佈局是怎樣可以去做 那也是一件好事 因為我們時間所限的影片的長度 未必可以完全真的照顧到整個天水圍區的朋友 對不對 那所以呢 我們下一集 再跟師傅繼續說下去 我們不如說說元朗區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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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